那整體的情況 我們真的需要一個指標性的企業 那麼護國神山台積電 你如果人氣讓他 尤其是那個股價 沒有手穩到一個關鍵的指標點的時候 人氣會潰散 那昨天你看另外一個像是聯發科 本來一個早上的好消息 你看到了中午5%之後 受到路股 特別是小米跌了將近9% 將近10% 9%左右的這種 很大的跌幅 那因為小米大家都知道 他畢竟是聯發科 非常重要的客戶 所以連帶就受影響 所以你看最後聯發科 什麼樣的情況 這第二座護國神山 昨天兩隻腳都沒有撐起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我們整體 我們包括關鍵 包括我們的這個投信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要加加油 你看在這個 外資這樣拼命賣的情況之下 這個撐住 那個維持住台股的人氣 護住我們的這個 心口最重要的一道牆 也就是台積電 我覺得 這某些部分是具有他 具體的意義 不完全只是信心喊話 他是具體的 那在另外一個部分 減產 這是大家前面看到 外資跟投信一直在操作 特別是在不斷買進石化股 因為最主要是油價不斷的在漲了 那這波段布蘭特的原油漲 破了70美元 等於是算是這一年來 不得了的一個 一個新的漲幅 那當然前面我們大家會知道 最主要是 他OECD前幾天 他剛說要減產 減產他才能夠控制量 你不斷的開採 你當然量 大於需求 那你的價格會漲不上來 所以他操作這個策略 而且另外一個好死不死 這個訊息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沙國他的油田 沙烏地阿美 阿拉伯 他的油田遭到攻擊 那目前外傳什麼 這所謂的伊朗在做一些相關攻擊 我只能說這種事情 真是誰知道呢 那個製造一些國際事情 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讓這個原油的價格 順著這個景氣的部分 能夠讓他升 升一下 那其實對整體的塑化類股 對沙烏地阿拉伯本身 他的調高 這個油品的價格 這些部分 其實對他們來講都有不錯的 都是有獲利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國內的塑化股 你可以看到一線的塑化 包括台塑四寶 那包括二線的塑化 像是台劇 這個滑下 其實這大家都很有表現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 你看這個相對於電子類股 也許你不那麼喜歡操作 但是你覺得這個 如果你這個短期之內 在半導體類股 電子類股相對的失色 在休息的情況之下 那很多人其實 你可以看得到外資 包括這個投信 全部都操作塑化類股 所以你在這個部分 也許就是你可以參考的部分 那當然第三個 我們剛提到 其實也沒什麼好多講的 台積電失守600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卡 那麼接下來另外觀測指標 587 我們投資人或者是我們的投信 或者是我們的 關股行庫 我們究竟有沒有去認同 我們的台積電 在我們這個 台股支撐的這個力道 不只是指數 它還是信心的指標 那如果你認同 你也覺得守住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要 那在外資連日賣 我們國內的投信 我們的關股行庫 我們的散戶 就持續去挺住 讓這個台積電能夠至少 跟在這個587到600左右 這我相信 這對我們整體的台股 健康的 早整排整的過程當中 覺得是一個重要的支撐 那還有呢 就是鴻海的鏡頭廠 這個達志康 他在這個部分要喊賣 那現在就傳出一些訊息了 所謂的 它底下有一堆人想買 什麼玉金光啊 然後什麼大陸的歐飛光啊 打算去買這些訊息 這個我們把它挑選出來 實在是因為最近近期 好消息也沒那麼非常的多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覺得這個訊息 這個 洪家軍嘛 總是每一天都要一些相關的訊息 但是股價有沒有實質的漲幅 大家自己仔細看了 所以這些訊息 大家參考 一堆題材 到底能不能實質化成真金白銀 放進你的口袋 這才是最重要 整天一堆訊息 說大家要搶買 這個投資人 我覺得我們可以 甚至明辨一下 了解一下情況 再來做你口袋中的角色 不是跟著報紙買 你報紙買 如果你今天你看了就懂的話 我們何必幫你做 這個盤前的這個訊息的解釋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投資人要 照此放亮一點 這個心思要搞清楚 那情況是如此 我們小散戶 這個資金沒那麼多 我們要非常的節約 擅用你自己口袋任何一毛錢 那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有個訊息大家傳出來 這雖然是一個整體的局勢 就是華為的無線傳輸設備 全球勢戰下滑 但他兩個主要的重要的原因 一個是全球的政經局勢 那畢竟華為已經被 這個所有的人 不只是川普政府 已經被所有全球都鎖定 他會是一個 不管是真或是假 被大家認同 認為他跟解放軍會相關的 他的無線傳輸設備 會洩漏國安機密 國家國安資訊 這個部分 他的全球市場下滑是可預期 但是現在只是直接的告訴你說 他的市場直接往下盪 而且這個速度是非常快 很有可能不久的未來 華為一直是我們台灣 很多的華為供應鏈 我們台股有很多華為供應鏈 可是這個部分 你就要看到這個訊息 你就要懂了 就是說只要是相關華為供應鏈的 你看他的全球市場往下滑了 接下來可能就是集中 在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5G設備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覺得你該不該調整 這個我們之所以把這個 訊息挑出來跟我們投資人做報告 原因也在於此 那但是最後我們補充一個 這個經濟日報今天早上的一個 頭條 提到這個三星美國廠的停板 那麼台廠可能會引來轉單 好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投資人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畢竟 這個韓國的三星一直是我們台 這個台股的供應鏈裡面 相對的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競爭對手 在這裏面 只要他有任何的動態 那麼對我們自己本身 台股相關的供應鏈 絕對都帶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 也是我們的投資人可以留意的 那我們趕緊看一下 我們跟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做了一些相關的主題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這個比較小字一點 是不是導播也幫我們全面放大一下 這裏面我們要跟大家報告這張 這個四卡 我們想讓我們投資人知道什麼 就是說我們台股的由紅翻黑 你不要以為只有我們台股 這麼的弱 這麼的霸咖 很抱歉 各位投資人 我們要知道這是整體 由美股 這個股市全球散播出來 對於整個Yahoo的產生的動盪 我們這上面還沒有跟你講歐美股市 那歐股最近相對的強勢 那所以在這裡面 你看到不是我們台灣霸咖 你可以看得到像是南韓 泰國 越南 菲律賓 印尼 印度 馬來西亞 你看一下這個情況 大家其實狀況都不優啊 那你看像是像是菲律賓的狀況 今年以來的跌幅 都已經跌到3%多 所以你看 台股相對的好歹 我們還有6%多的 6.5%左右的漲 那我們還好歹有7.62 那你看 整個東亞 我們不要講別的地方 我們只要看一下比左邊的南韓 比右邊的泰國 越南 我們7.6%的漲幅 已經算是最高的了 我已經算是整個雅股裡面最強勢的了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整體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投資人在這方面 你可以了解 其實關股盲庫 以及我們這個投信 在各國內 台股的相對的互盤操作裡面 在國際這麼大的一個震盪局勢 的情況之下 守護的業績並不算差 這張表是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台股目前維持的狀況 真的還不錯 那你每天怪啊 這個護盤力道 為什麼不能夠像今年那個開紅盤 今年開紅盤 那麼的厲害啊什麼的 沒有人天天在吃牛排好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投資人 我們要有健康的心態 了解說目前為止 如果在整體的情勢 結構都還不錯之下 那代表什麼 外資你的拼命賣 總有一天你還是要回頭再來買 因為我們台股的部分 算是健康的 那當然你可以看得到 在這裡面 最後這一排我們可以看到台股 今年以來賞幅 不錯對不對 可是你看 在這裡面 外資你看他這個 今年來的買賣潮 台股很挺 你看我們被賣 是最可怕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今年以來 股市被賣到將近 平均大概是100億美元 我們賣最多 將近3000億了 你看 可是你看其他各國 然後像這個 像台灣這樣被賣掉 那相對被買 買最多的在哪裡 在印度哦 大家要去注意 所以那代表什麼呢 這樣表格要告訴大家 有就是說 其實未來新興市場 看未來 這個是不是外資有可能會流往 像印度 因為印度這部分是 他們在中美貿易大戰裡面 你看 最近我們台商有很多產業 為什麼移去印度 這個國家目前為止情況如何 我們先不要管他 那但是問題在於資金的全球流動 所以我們只能說 在這個部分 圖表要告訴大家這個 那我們趕快看下一張 這個下一張的部分 來寶波 我們下一張 對好 來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剛剛講到塑化類股 我們為什麼不講這個台塑實化 我們先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講過了 那在這裡面 我們去留意一下 台郡 也就是二線的塑化集團 他的目前為止 他的財報 其實是公佈出來蠻不錯的 而且他配息非常大方 那目前為止他的這個台達化 你看為什麼昨天 外資這樣大力去買他 你看他的EPS EPS他的每股稅後存益有5.58 他的獲利 而且是年增3.82倍 你沒有聽錯 不是3.82% 是3.82倍 這就為什麼外資昨天在這個情況 大賣情況 拼命大買台達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的投資人 可以多多留意 那像是亞聚華夏 EPS也很不錯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 悶了快一年的這個塑化 類股他的輪動 其實目前的塑化產業行情 是相對不錯的 好 那我們再來趕快看一下 他底下的獲利的比較 下一頁 那當然我們是說 我們讓我們投資人知道 這是因為我們常講 這個獲利跟財報 是一個所謂的相對落後指標 可是我們不能否認 現在如果是在美股 美債殖地率 他可能可以開始往上調 他的那個 借大家這個各個企業 借錢的成本都拉高的情況之下 那對投資人誰對你最有利 就是直接把股息鼓勵發給你的 那種投資公司價值型的公司 在此時此刻你賣來 你比較不會虧啊 如果是科技類股 科技類股的部分 他因為借錢的成本 有很多人 擔心這相對的拉高 而且財源前進 開始做了一些動盪 成長型的部分 如果稍作休息 那在此時此刻 對投資人自己口袋最有利的 就是目前為止這些願意發股息給你的 這些傳產類型的 多的公司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上面的那個EPS 那個還真的是不錯 你看華夏亞聚 台達化 你看他們的EPS 如果是預估今年還都至少有 3到5.5 這個不算低哦 那他的盤價 你看是不是很可口 你看台達化34.85塊 那這個亞聚22.55 那麼華夏29.55 他配現金都不錯 然後從1塊2配到2塊 都不錯的 所以你就想想看 這個投資人 就說自己看你習不習慣操作 我們並不是說 股定我們說投資人就棄股 電子啊 棄這些成長類股 來買價值型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跟 投資觀眾講清楚 就是說沒有人天天在擺日紅 擺日紅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一定要做相關的操作輪動 連外資都在輪動 那個一個月前 在賣買跟賣的 跟現在完全並不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投資人 自己可以好好的想像 就是說 什麼東西最重要 你的獲利最重要 其他什麼我們崇拜台積電 崇拜聯電愛 什麼這個都是一回事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從股市賺到錢 問自己三次 有沒有從股市賺到錢 有沒有從股市賺到錢 那你今天操盤 要不要從股市賺到錢 我覺得這些部分 對自己最實在 也最老實